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今天要讲解的单元是多项式的乘法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础范例 括号x加2括号乘括号x加3括号等于多少呢? 这个可以利用我们之前学过的分配率 不知道同学还记得吗? 也是第一个x乘x得到是x平方 再x乘以3得到是3x 接下来2乘x得到是2x 最后2乘以3得到是6 好,这样我们就利用同类像合并的动作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会等于x平方加5x加6 好,那接下来呢 如果老师换另外一种写法 同学们你们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哦 x乘x得到是x平方 再x乘以3得到是3x 接下来这个2乘x得到的2x 老师写在3x的下方 好,最后这个2乘以3得到的是6 写在2x的右边 好,所以这样会等于什么呢? 就会等于x平方 加5x加6 好,所以同学们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老师的现在这种 下面这种写法呢 跟刚刚上面这种的写法的差别 只是老师把2x加6换行写而已 但是呢换行写之后就有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哦 我们可以怎么样 你看一次相就对齐了 对不对 所以呢老师做同类相合并的动作是很轻松的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 上面这种写法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一行就可以写完了 那下面这种写法的好处呢 你可以看到老师换行写 那次数对齐是比较容易的哦 好,前面呢老师教的是2项乘2项的多项是乘法 这边呢老师要教的是2项乘3项的多项是乘法 不知道同学会2项乘3项的多项是乘法吗 这边呢老师希望同学把影片暂停一下 你自己先试着写写看哦 好,不知道同学已经写完了吗 我猜可能有同学是这样子写的 3x乘x平方减4x加3得到3x三方减12x平方加9x 再负2乘x平方减4x加3得到负2x平方加8x减6 好,所以这样就会等于3x三方 然后呢,负12x平方和这个负2x平方合起来就是负14x平方 再9x加8x合起来就会是17x 最后长出向负6 因此答案就会是3x三方减14x平方加17x减6 但是呢,我猜也有可能有同学是这样子写的 3x乘x平方减4x加3的答案写在第一排 然后呢,负2乘x平方减4x加3的答案写在第二排 因此这样会等于什么 就会等于3x三方 然后呢,负14x平方再来呢,加17x减6 好,上面这一种呢 我们把乘开的所有项写在同一行的做法 称作是横式乘法 而下面这一种呢 我们透过换行的动作 得到同类项对齐的效果这种写法 我们把它叫做直式乘法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来讨论直式乘法 好,接下来呢,老师就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直式乘法该怎么做 请你求括号2x加5括号乘括号3x加4括号等于多少 那直式乘法的做法就是 请你把第一个多项是2x加5写在第一横排 然后呢,第二个多项是3x加4写在第二横排 左边写个乘号,然后花一条线 接下来呢,我们从右下角这个数字开始往上乘 好,4乘5会多少呢? 是不是20 好,再来4乘2x呢? 是不是8x 接下来请看这个3x 3x乘5会多少? 15x,对不对? 请你对齐这个8x写哦 写在8x的下方 好,再来呢 3x乘2x呢? 是不是6x平方 好,接下来画一条线 做相加的动作就可以了哦 好,我们把这个20造超 好,这边呢中间的8x加15x加完就会是23x 最后左边这个6x平方造超就可以了 因此这一题的答案就会是6x平方加23x加20 好,再来呢,老师想要教的是3项乘2项的直式乘法该怎么乘 我们就把题目的这两个多项式呢?写成两列 可以吗? 好,从右下角这个数字开始往上乘哦 也就是-4乘以-5会多少? 正20嘛 好,再来-4乘以这个2x就会是-8x 再来-4乘以x平方就会是-4x平方 好,乘完之后再看这个-3x -3x乘-5就会是正的15x 再来-3x乘以这个正的2x就会是-6x平方 再来呢,-3x乘x平方就会是-3x三方 然后画一条线我们把它相加 好,最后一个长数这样就是20 好,再来-8x加15x就会是7x 再来-4x平方加-6x平方就会是-10x平方 好,最后这个就是-3x三方 因此这题的答案呢就会是-3x三方-10x平方加7x加20 好,所以多项式乘法的重点概念呢就是利用分配率展开 然后我们再将同类项做合并的动作就可以啰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阶范例 请你求括号2x平方加5x-4括号 乘括号x平方-x加3括号等于多少呢 好,这题该怎么做呢?来,你看老师哦 老师写的这两排数字在这里 你知道老师写的这两排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吗? 来,老师偷偷偷给你看一下哦 其实老师省略的是文字符号哦 也就是说最右边这一排数字老师写的是常数项 然后呢中间这一排呢老师写的是一次项的系数 最左边这一排呢老师写的是二次项的系数 这样有看懂了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乘法的动作咯 我们先看右下角这个3哦 3乘以-4就会是-12嘛 再3乘以5就会是15 再3乘以2就会是6 好,接下来我们看中间这个-1 这个-1乘以-4要写在哪里啊? -1乘以-4等于4对不对 应该写在这里哦 对齐的是-1哦 好,再-1乘以5就会是-5 再-1乘以2就会是-2 好,再看左边这个1 1乘以-4就会是-4 1乘以5就会是5 再1乘以2就会是2 好,我们画一条线把它做相加的动作 -12直接抄下来就可以了 再15加4就是19 6加-5再加-4就会是-3 再-2加-5就会是-3 就是0次,1次,2次,3次,4次 所以呢,这一题的答案呢就是 2x4次方加3x3次方 减3x平方加19x减12哦 好,所以像这样子我们只写系数的方法 我们就把它叫做分离系数法 好,这样有了解吗 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进阶范例 请你求括号2x平方加5x减4括号 乘括号x平方加3括号 等于多少呢 好,这一题该怎么做呢 你看老师,老师列了两种写法 一个是左边的写法 一个是右边的写法 请同学判断一下 你觉得是左边的写法对 还是右边的写法对呢 好,不知道同学看出来了吗 还记不记得前面老师说过的 老师说他是从右边到左边 是0次,1次,2次,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边省略的是一个x 这边省略的是x平方 所以这个1啊 你看哦,这个1代表什么 这1代表是不是x平方前面的系数 对不对 所以它代表应该是2次项啊 可是这里是一次项的位置哦 所以它放在这里就不对了 对不对 它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把它搬到左边去 最左边这个2次的位置才对哦 好,那这样子既然移过去之后 空下来的位置呢 我们就把它补一个0 这样看起来会更清楚哦 也就是说是右边的写法才是对的 那我们接下来从右边这个写法来做哦 好,那再偷偷偷的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省略的是x 然后这边是x平方 这样子OK吗 好,那这样我们再做乘法咯 好,就看右下这个3 3乘负4就会多少呢 负12嘛 再3乘以5呢 就会是15 再3乘以2就会是6 好,再看中间这个0 0乘以负4就是0 0乘以5还是0 0乘以2也是0 好,再看最左下这个1 1乘以负4呢 就会是负4 1乘以5就会是5 再1乘以2就会是2 好,画一条线把它加起来 负12就先超下就可以了 15加0,15 6加0加负4就会是2 再来0加5就会是5 再来2,照超就可以了 好,那请问这个答案是多少呢? 老师刚刚说从右边数过来,对不对? 是0次1次2次3次4次哦 好,透露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最高这边是4次哦 因此答案就是 2x4次方 加5x3方 加2x平方 加15x减12哦 好,最后呢 老师帮大家做一个概念回顾 前半段呢 老师教的是多项式的乘法 我们就利用分配率展开 再加同类像做合并的动作就可以了 那后半段呢,老师教的是直式乘法 以及分离系数法 也就是说呢 请你通通把它按降密做排列 然后呢 缺项记得要补0 对其同类像在做乘法的运算就可以了哦 好,这个单元呢 就讲讲到这边 希望同学记得要多思考 多练习哦